在公屋供应方面,我们的确是最近落后 房委会正探讨能否在适当条件和安排之下 将其客厦个别工厂大厦用地作供应伙发展 预计在今年年底陆续完成 我们不敢否定,但我们亦不敢很肯定地回答 是否很多人滥用或空置用来做仓 政府亦没有按每一栋披露资料 根本就是无从得知 都观察到可能有些BB正在营运 或是做一些货仓,放一些货品 虽然出租率很高,但对于行业的帮助有多少 营运方面有多少都要做一个估算 房委会有六栋工厂大厦位于香港市区的位置 我们觉得房委会有这么好的地理位置 都应该先启动 再加上去年施政报告也说了 其实政府也有意将这几栋工厂大厦重建做公屋 我们就启动了这个研究 最后我们的结论有两栋 我们觉得在九龙湾和火炭可以做公屋 另外有可能三个位置 深水埗和群冲两栋可以做个度性房屋 可能留下那栋梯,屯门 因为它是位于屯门比较工业区的位置 我们觉得可能保留 当然我们希望前提,如果六栋都适合 我们都欢迎六栋转做工人房屋 增加多些工营,因为凌合时间到5.4年 很担心再准备会向上升 但是如果有些座落系,譬如商贸区 你都想一下生活的配套够不够呢 我們都不夠膽肯定是否短期內可以做到 因為以往的經驗通常都是宣佈了計劃 可能五六年之後才開始做真正的拆捨重建 我們希望如果它真的研究到 又真的會動租 在五六年才拆捨的期間 你不如再來讓人住一住 如果當一個空下一致兩棟的話 計算給到盡可能都是一萬間外 一萬間都達不到長冊每一年 所謂二萬多間的目標 但都可以補充到現在短缺的情況 叫做有好過沒有 但如果連這些都沒有了 就更加嚴峻的情況 好,我來給你 好,我來給你 我來給你 我來給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